嗨大家好我是苏苏 今天我们来看奇幻电影 谎言的诞生 在一个人类只会说真话的世界里 人们不知谎言为何物 即便某些话十分伤人 但大家还是选择接受 并认为这是稀松平常的事情 身为大龄青年的马克 年近四十却一事无成 颓废的他更是即将失业 而和他相亲的安娜 也对矮胖的他毫无兴趣 在尴尬的见面之后 两人来到了一家并不高端的餐厅 而在所有人眼中 马克根本配不上高挑美丽的安娜 虽然约会十分顺利 但马克知道自己和安娜根本没戏 而第二天上班后 所有人似乎都已得知 马克即将被开除的命运 所以对他更是冷言冷语 这样原本就难受的马克更加绝望 作为讲古历史的失败编剧 拟来顺受的马克 在询问了老板的意见后 终于迎来了自己被解雇的命运 而除了女神安娜 发来了不再约会的邮件 同事们的刻薄评价 更是让马克深受打击 他随即选择前往姚老院 寻求母亲的安慰 可对于这个身患重病的老人来说 他早已自顾不暇 根本无法为马克提供任何帮助 而雪上加霜的是 房东很快知道了他失业的消息 于是第二天一早 房东便催促没钱付房租的他立刻搬家 即将无家可归的马克本想去银行 取出仅有的300美元 但银行的系统正巧当机 工作人员便口头询问他账户的余额 而马克的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 竟然脱口而出了世界上的第一句谎言 从未听过谎言的工作人员立刻信以为真 即便系统恢复后 工作人员依然修改了所谓的系统故障 便按照马克所言给他提现了800美元 支付了房租的马克 第一次尝到了说谎带来的好处 他感觉自己的世界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并开始思索谎言的其他作用 起初马克以为大家可以甄别谎言 但当他找自己的好友格雷格实验后 却发现无论他说什么 大家都会毫不犹豫地相信他 为了验证谎言的力量 马克告诉一个路过的美女 如果他不与自己放飞自我 那么世界末日就会来临 对谎言深信不疑的美女 则立刻跟着马克来到了旅馆 但马克很快意识到 他并不能用这种能力伤害别人 于是他随即扔下美女离开了旅馆 再回到酒吧后 马克决定带着格雷格另一发财之道 虽然醉酒驾车的格雷格 很快遭到了交警的拦截 但在谎言的力量下 原本暴躁的交警不仅放走了酒驾的格雷格 还对两人充满了歉意 随后马克又带着格雷格来到了赌场 而借助声东击西 厚颜无耻地说辞 马克在赌场赚得盆满钵满 在金钱的加持下 马克显得更加自信 而得知邻居弗兰克准备在绝望中自杀后 他又用谎言安慰了这个对生活失望的男人 就像弗兰克的情况 让马克认识到了谎言的另一种作用 于是他开始走上街头帮助别人 甚至带着流浪汉走进银行 取出了大量现金 在谎言的作用下 那些痛苦的人们都走出了原本窘迫 恐惧和无助的境地 除此之外 马克也再次鼓起勇气 对安娜提出了邀请 而他真诚和恳切的言语 最终说服安娜出来与他约会 谎言的力量让马克甘之如頤 可当他看到娱乐访谈中 当初嘲讽过自己的同事布莱德被主持人夸赞后 无怨服输的马克立刻心身一记 他用天马行空的想法写就了一篇离奇的历史故事 再加上咖啡水资的伪装 一部来自七百年前的古书 就这样展现在了公司老板面前 虽然故事荒诞不羁 但由于大家无法识别谎言 这个所谓的历史故事 便瞬间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高架售出自己的剧本后 事业出现起色的马克 希望安娜可以选择自己 但得知安娜想要生下 基因更优秀的孩子后 他立刻意识到 钱根本无法解决这一切 而此时 马克又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并得知自己的母亲 即将因器官衰竭死去 赶到医院后 马克看到了因死亡而恐惧不已的母亲 于是为了安慰即将离世的母亲 马克便忍不住虚构出了一个美好的死后世界 在善意的谎言下 老人微笑着离开了人世 而一旁的医生故事也听得津津有味 甚至要求马克继续说下去 可随着母亲死去 心碎的马克转身便离开了医院 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善良的安娜竟然陪他熬过了这段艰难的时刻 第二天 马克驱车回家后突然发现 家门口已经聚满了人群 原来 大家对他所言的死后世界深表好奇 就连媒体也积极报道了此事 而随着安娜登门拜访 马克思考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可在得知自己的一番言论 会给大家带来幸福和快乐后 马克便决定写下那个死后的世界 虎斯敏想的他 很快编造出了一个所谓的天上人 而拿着贴在披萨盒上的讲稿 马克在全世界人类的瞩目下 发表了一通看似离谱的讲话 在马克的思路里 天上人主宰着人类的一切因果 并会决定每个人死后是进入极乐世界 还是接受恐怖的惩罚 而作为天上人在人间的发言人 马克只能传达信息 无法改变现状 但让马克没有想到的是 由于大家过分好奇 负责解答的他几乎耗尽了所有的脑细胞 在经历了长达数小时的讲解后 马克终于解释清楚了死后的世界 而对于谎言的熟练应用 也让他最终成为了大获成功的编剧 随着电影的上映 名利双收的马克很快住进了豪宅 虽然他通过风趣幽默的谈吐 逐渐拉近了和安娜之间的距离 但他发现 安娜始终因为基因问题 抗拒与他结合 甚至在外表的吸引下 爱上了马克最讨厌的同事布莱德 在得知安娜要和布莱德约会后 为了确保安娜不会和布莱德放飞自我 马克便赶忙说出了一段 拒绝婚前性行为的言论 但他很快发现 安娜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竟然是一张可以和安娜放飞自我的兑换券 看到兑换券的马克后悔不已 可说出的话覆水难收 因此他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安娜和布莱德相邪离开 当晚在一起就餐时 安娜发现布莱德就是一个毫不尊重女性的大男人 因此他全程都没有感到丝毫的快乐 可相较于马克 布莱德拥有安娜在意的优良基因 而这也是他母亲非常满意的地方 与此同时 由于大家都坚信 死后可以住进大别墅 并与所爱的亲人相见 于是所有人便不愿再努力工作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而随着死后世界的披露 绝望 愤怒和无助的情绪再次袭来 原本的烦恼也并没有消失 在意识到自己即便大富大贵 也依旧是一个大家看不起的窝囊废后 马克再次陷入了痛苦和绝望之中 而在他消极闭逝的这段时间里 安娜在母亲的催促下 最终选择和长相更优秀的布莱德结婚 但在安娜的内心深处 他始终认为马克并不是一个失败者 而在公园里沉思的他 也因一个被同龄人欺负的小胖子 意识到马克比布莱德更能发现他身上的闪光点 起初 受到婚礼邀请函的马克依旧选择了逃避 但得知此事的格雷格却不愿好友独自颓废 于是他准备好了西服 并陪着马克一起参加了安娜的婚礼 此时 在众人眼中 马克就是神之子一般的存在 甚至连教堂的彩绘玻璃上都印着马克的形象 而当神父询问是否有人反对这段婚姻时 马克勇敢地站了出来 但所有人只在乎天上人的评判 由于马克并不想对安娜撒谎 他便没有借上天的旨意干扰安娜的选择 可在他坦诚的告白下 安娜最终还是追了出来 此时 他才得知天上人只是马克创造出来的存在 但马克却从未滥用这种优势欺骗自己 让安娜最终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之后 嫁给马克的安娜生下了一个小胖子 而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能说谎的男人 马克的孩子也继承了他的天赋 于是 在这对父子的关怀下 安娜终于获得了他想要的幸福 好了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